小树熊出门 树熊妈妈生了一只小树熊 大家都来祝贺它 小树熊太小了 只能住在妈妈的肚带里 树熊妈妈走到哪儿 就把它带到哪儿 小树熊说 妈妈的肚带真舒服 我要一直住在这儿 树妈妈说 傻孩子 等你长大了 妈妈的肚子就装不下你了 小树熊说 我才不要长大呢 我要一直待在妈妈的树袋里 妈妈告诉小树熊 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 比妈妈的树袋有趣多了 小树熊说 不 外面有狐狸 会一口把我给吃掉的 一年过去了 小树熊长大了许多 妈妈的肚带 再也住不下他了 可是他还是一刻 也不肯离开妈妈 简直像是妈妈的眼子一样 妈妈让他和小伙伴们去玩 他就说 不 我要和妈妈一块儿玩 树熊妈妈 想让小树熊帮自己工作 可是小树熊说 不 我不会工作 我还没有长大 这一天 树熊妈妈要出门 他让小树熊自己待在家里 不 妈妈 我会害怕的 小树熊哭了起来 妈妈说 别怕 宝贝 我已经替你把门拴好了 妈妈走了 小树熊独自趴在窗玻璃前 呆呆地看着外面 这时一只受伤的野兔从窗前跑过来摔倒在草地上 野兔说 小树熊请你救救我 狐狸在追我 它要把我吃掉 小树熊说 可是门栓太大太重了 我拔不动它 没有办法救你 对不起了 野树伤心地哭了 小树熊也很难过 它想 我要是有点力气就好了 它这么想的时候 它觉得自己的胳膊真的有了力气 它试着把门拴一拔 门打开了 小树熊想去搀扶野兔 可刚走了一步 它自己就摔倒了 小树熊刚扶着兔子走进屋子 狐狸就来了 狐狸问 小布丁 你看见一只野兔了吗 赶快告诉我实话 要不然我就吃掉你 小树熊虽然心里很害怕 可是它还是说 我没有看见 狐狸说 你撒谎 我明明看见你 把它藏起来了 小树熊勇敢地挺挺胸 我不准你欺负小兔子 小树熊说话的声音很大 眼睛也瞪得圆圆大大的 狐狐狸听了吓了一跳 灰溜溜地逃走了 野兔想要回家了 它问 小树熊请你把我送回家好不好 小树熊说 我很愿意送你 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己出过门 野兔说 要是你不送我 我在路上遇到了狐狸 怎么办 小树熊只好答应了 小树熊扶着野兔一起来到了河边 青蛙划着小木船 把它们送过了河 野兔走不动了 它问 小树熊 你能背背我吗 可是小树熊的力气太小了 它刚把野兔背起来 它们两个就一起跌倒了 小树熊爬起来 拍拍身上的你 又把野兔背了起来 就这样 摇摇晃晃的 小树熊终于把野兔背到了镇上 它的家 小树熊把野兔送回了家 野兔告诉大家 它是一只勇敢的小树熊 使它救了我 大家围着小树熊 说了好多夸奖的话 让小树熊听了很开心 小树熊和野兔告别了 它的心里很快乐 这是它第一次离开妈妈到镇上来 它想走一走 看一看 它看了马戏团 它又在商店里逛了逛 它还遇见了一个漂亮的树熊姑娘 它俩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 吃了一袋巧克力 其实它还想到更远更远的地方看看 可惜天快黑了 它想妈妈一定会着急的 于是它赶紧往家里跑 树熊妈妈从外面回来 发现小树熊不见了 急得一边哭一边说 我的小树熊 我的小树熊不见了 它 它 它一定是被狐狸给吃掉了 大家就一起去找狐狸算账 狐狸说 冤枉啊 我可没有吃小树熊 到时我今天差点被小树熊给吃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 小树熊回来了 我去镇上了 小树熊说 镇上 大家惊讶的说 哎呀 小树熊 你可真能干 你会去这么远的地方 小树熊说 镇上真好玩 下次我带你们去玩吧